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這個繪圖的主題就是這個 智慧型積木 這個其實是我們中國古老的一個意志遊戲 那這個外國呢 講這個英文叫做Puzzle 就是我們換成現在的 現在的語言 叫做 智慧拼圖 其實它也不算是拼圖,應該是水 積木 所以說我們就把它講成一個智慧型的積木 那我們看一下,它這個 總共有六個 這個木頭 就組合而成 那每一個木頭呢 它的構造 不一樣 那我們 怎麼樣 把它破解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畫出來 然後再把它拼接成像這種圖形 這個 要烤一點我們的 腦袋瓜 我們不但把它畫出來 我們不但把它畫出來 而且能夠把它組合出來 這是 屬於 一字遊戲 好 到底怎麼樣畫呢 我們 先將這個圖堂把它關起來 然後我們 將每一塊積木 把它畫出來 然後在最後把它組合起來 給 我們朋友 參考 好 我們將這個圖堂先把它關起來 嗯 一樣 我們開啟新的零件 切點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前基準面 選擇 幾型工具 我們選擇 兩邊 擋長擋進 我們給它一個尺寸 切點 特徵 特徵 身杖 填料 我們用 給它 兩側對正 40 切點 一樣我們先給它一個 木材的顏色 切點 然後我們 出成檔案 我們寫 我們寫 智慧基目 1 2 存檔 接著呢 出成檔案 檔案 我們在 另審 清檔 基目1 我們改成 基目1 B 存檔 我們在這個上面 草圖匯子 我們一樣選擇 舉行工具 選擇這個 終點 好 給它一個尺寸 這邊 20 這邊 確定 好 特徵 除掉生長 完全貫穿 確定 好 那這個 就進去了 我們來 儲存檔案 好 接下來 我們檔案 一樣 另存新檔 我們要改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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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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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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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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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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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除掉線上 一樣完全不貫穿 就算檔案 關閉 開啟旧檔 我們開啟 B 檔案一樣,另存新檔 這個改成AVCD 改成1 檔案 我們在這個地方 操作匯子 正式 選擇 這兩邊 擋長擋近 然後我們 特徵 5mm 確定 最後出生檔案 最後我們把它關掉 接下來 開啟 開啟檔案 用組合鍵確定 然後 然後 我們 插入 瀏覽檔案 我們先 開啟智慧 開啟智慧 再插入 現有的零件 就是 這一個 好 用它結合 這一個跟這一個面 這邊 這一個面跟這一個面 切齊 切齊 這一個面跟這一個面 切齊 好 這個 第一個 動作出來了 第二個 插入 信用的零件 插入 這個 動作出來了 按 這個 用押入 這個 去�� 跟這個 這個 跟這個 這個 跟這個 重合 改成 裡面 對 讓這個 跟這個 這個 調出 確定 讓它們結合,我們用這個 跟這個面 這一個面 這樣結合 這一個面 跟這一個面 結合 接下來,再插入 這個 插入 限額零件 這一個地方 那我們來看,怎麼弄 這一邊 該用哪一邊 應該是這一面 我們要結合 這個地方 跟這一個面 結合 選擇這一個面 跟這一個面 結合 選擇 選擇 這一個面 跟這一個面 跟這一個面 結合 確定 那這一面 已經OK了 接下來 我們選擇 用 這個面 跟 這個面 結合 選擇 選擇 這一個面 跟這一個面 結合 選擇 這一個面 跟這一個面 結合 整個 整個 智慧型 這個節目 全部都做完整 這個有時候 要動一點腦筋 不然有時候要想一下 那我們來檢查看看 看 有沒有對 我們用 隔離顯示 這兩個 正確 用隔離顯示 這兩個 也是正確的 再來 再來 這兩個 用隔離顯示 還是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最後呢 我們用 限價格模式 看一下 整個 裡面 整個 完全結合 這個 有時候 有時候 你必須要 做一個實體 然後自己去裝裝看 比較容易了解 比較容易了解 所以說 這個是 一個 腦筋 動腦的 一個題目 我們再把它恢復出台 動動腦筋 也不錯 這個是一種 我們中國人的 古老的傳統智慧 以前 這個 這個 老師父 很有 先人的這個智慧 做一些這一種 讓我們 去動腦筋 好 我們今天 這個 這個 腦筋急轉彎 智慧型機目 我們整個視頻 示範就到此 結束 希望各位 有興趣 可以去做做看 好 謝謝 各位 OK OK 今天的繪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 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繪圖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教學相長 看得越多 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等一下讚 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 就會通知你喔